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命 几个胆大的男的呀 就上了楼 到底怎么回事啊 透过许远的房门 就看到了让他们惊心动魄的一幕 一个一丝不挂的赤身裸体的女人 浑身是血的 横躺在地上 正在那痛苦的呻吟着 赶紧吧 报警吧 警方这一天哪可没闲着 从早上一直忙活到晚上全力侦破此案 到了晚上八点左右 苏州市公安局苍浪分局公园派出所 去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中年男人 值班民警接待室里边啊 民警就问他 您过来有什么事啊 是要报案呢 还是干什么呀 这个中年人开口第一句话 就把在场的民警给震住了 我来自首 我杀了人了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他叫黄平 是四川人 四十二岁 能说会道 这黄平啊 生性风流 又有着三寸不烂之舌 平时能把人们哄得特别开心 所以呢 很招女人的喜欢 二十五岁那年的时候 其实黄平早就结了婚了 他的妻子呢 因为不满意 他在外边沾花惹草的 一气之下就离婚了 也不要孩子了 就丢下黄平和儿子就走了 这黄平离了婚之后 一点不伤心 一点不难过 反而感觉太好了 我自由了 我想干什么干什么 我想跟谁睡跟谁睡 少了约束 整天的呢 也就不务正业 靠着巧舌如黄 在社会上啊 骗吃骗喝的 一九九一年 黄平啊 因为诈骗罪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按说出狱之后 你就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的生活呗 但他呢 还是浪迹江湖 天南地北的 跟人们呢 做点小生意 2004年7月份中旬 在浙江慈禧市 做生意的黄平 通过朋友陈某 就认识了一个 当地的女孩 叫芳芳 这个女孩呢 是浙江慈禧重寿镇人 第一回见面啊 可就把这黄平给迷住了 哎呦 这女孩怎么这么漂亮啊 怎么这么年轻啊 这身材怎么这么好啊 怎么这么又狗狗又丢丢啊 这芳芳啊 当时确实年轻 严格来说呀 这还算是未成年人呢 平时呢 生活圈子也小 所以突然看到 这么一个做生意的 能说会道的 阅历丰富的黄平 也特别有好感 当天晚上啊 黄平呢 就请芳芳吃晚饭 俩人呢 也都挺主动 吃点饭 喝点酒 结束之后 可就去开房了 在那房间里边 气吱咔嚓之后 俩人这段畸形练情 也就拉开序幕了 黄平啊 还有这么一份回忆录 在这回忆录里边 他就这么写着 我以为我和他之间 就是一夜情 我没有想和他 继续下去的意思 毕竟我四十多岁 他才十八岁 我只想为我后半生 留一点记忆而已 可哪知道 他通过朋友 知道了我的手机号 每天上班之前 都会一个电话打过来 下班之后 也得打电话过来 我本来不想找麻烦 而且朋友啊 一再提醒我 说芳芳性格很古怪 好像精神病似的 但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就感觉年轻 漂亮 于是呢 又跟他去其他镇上 开了一间房 很快 这对年龄悬殊的男女 就寻找一切机会啊 只要能有空 有方便的时候 那就得来一次男欢女爱 芳芳曾经多次对我说 她不想待在家里 不想上那个 每月只有七百块钱工资的班 希望我带她走 因为她离不开我 当时我真的很想带她回四川 老老实实的做点事情 挣钱养活她 而我又有很多事情 我离不开这 从那以后 黄平呢 就经常给芳芳买吃的 买穿的 每个月还给她不少零花钱 芳芳上夜班的时候 黄平几乎每天晚上 都会给她送吃的 用黄平的话来说吧 当时她跟芳芳的感情啊 是越来越深 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了 这日子呢 过得飞快 一转眼 就到了2004年12月份了 黄平啊 因为生意上出了点问题 一个人悄悄的 就来到了江苏省昆山市 我换了手机 也没跟芳芳说 几天之后啊 我从朋友那听说 芳芳想疯了似的找我 于是我托人 给她留了电话号码 她立马打电话给我 说她离不开我 要和我在一起 当时我在上海 结果第二天 她就来到上海了 谁也不知道 我当时的感受 怎么说呢 我用言语 根本就没法表达出来 可是各位别忘了 最浪漫的感情 那也需要经济基础啊 大家都知道 昆山尽管是县级市 但是比很多地级市 甚至比很多省城 人家都要发达的多 来到昆山这座现代化的城市 这黄平跟芳芳呢 就在一间宾馆 开了一间包房 长期同居 每天呢 吃餐厅 下馆子 逛商场 除了吃喝玩乐 整天也没什么正事 这一天就得消费好几百 黄平身上就两万块钱 这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没多长时间 可就都花光了 就在黄平为生计烦恼的时候 黄平的朋友提了一建议 哎 你那小妞 就那芳芳 长那么漂亮 那这不用多可惜啊 让她去当小姐吧 这要放到正常男人身上 说周围哪个朋友提个建议 让女朋友当小姐去 当场恨不得就得打死这朋友 但是黄平一听 哎有道理啊 其实呢 她心里也想让芳芳去 因为除了这样 也没更好的赚钱办法了 黄平啊 就把这事跟芳芳说了 反正就这么个事 你呢 自己决定 你要回家 我就给你路费 你要做小姐 我也不反对 但是 你要真的做小姐 我会做小姐 我会很痛苦 你也会受很多委屈 这芳芳啊 还就是爱上黄平了 这芳芳也不知道是单纯还是无知 反正挺任性的 她说了 我打死也不回家 你不让我去上那个班吗 我就去上那个班 自从芳芳当上了小姐 整天的跟各种男人发生关系 那俩人之间的这种感情 那必然恶化呀 黄平呢 一直没工作 没个正经行当 身上的钱也都花光了 这日子呀 过得是越来越紧巴 越来越拮据 而此时的芳芳呢 在一个涉皇场所上班 慢慢的 各式各样的有钱人大老板 也都见识到了 就开始瞧不起黄平 偷偷的和其他的男人交往 经常彻夜不回来 并且提出来 要和黄平分手 为此啊 俩人还经常吵架呢 黄平也对这段感情心灰意冷了 当年十二月底 黄平呢 带着身上仅有的两千块钱 就离开了芳芳 准备到义乌的表弟那儿啊 做生意去 哪知道刚上火车 这芳芳给他打电话了 不让他走 说你要走 我就去死 于是黄平啊 又来到了芳芳的身边 由于身上钱都花完了 俩人呢 只好退了宾馆里边的包房 到玉山镇团结村 一个出租户呢 去租房去 那一年三月十号 俩人又一次吵架 这时候啊 黄平又打算走 要去义乌 三月十一号凌晨两点左右 黄平呢 就感觉胸闷 睡不着 就下了床了 一边喝酒 一边就写那回忆录 写下了自从认识方方之来的所有经历和感受 他写着 我们租房子 买家具 把身上的钱花得精光 他又去了桑拿里面做小姐 最近一个月 我不知道自己过的是什么日子 但我知道 我走到尽头了 我感到好累 真的好累 黄平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啊 距离案发时间已经不到七个小时了 不知道是不是冥冥之中 他就预感到自己和方方的结局了 他呢 一直写到早上五点 又小睡了一会儿 直到上午九点左右 正睡觉的方方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 黄平呢 就拿过来看了 看一看 哎呦 短信内容 那个肉麻呀 那个暧昧呀 显然是方方的新男友发过来的 黄平正准备责问方方的时候 方方一把抢过来 还骂了一句 王八蛋 你去死吧 恼羞成怒的黄平 随后从地上拿起砖块 向方方的身上砸了过去 方方看到之后 也起事扭打黄平 这时候 黄平从桌上抄起一把水果刀 朝着方方的肚子就捅了三刀 后背也捅了一刀 随后心慌意乱 的黄平 简单的洗了一下 溅在身上的血 就逃离了现场 三月十一号上午九点半左右 身无分文的黄平 失魂落魄的沿着铁路 往苏州方向走 一边走 一边回忆和方方在一起的日子 黄平说呀 有一刻他真想去撞火车 但又觉得这么死了 太委屈自己了 但他也清楚 自己最终难逃一死啊 此刻警察一定是四处找他 他无路可逃 于是三月十一号晚上八点 据案发十一个小时之后 他来到苏州市苍浪分局 公园派出所投案自首 尽管说最终黄平因为自首等一系列的能够减轻量刑的情节 他呢 是能够逃脱一死 但是 在他的余生之中啊 将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在牢狱之中度过 哪怕有一天他出狱了 相信在他的良心深处依然还会承受煎熬 这种煎熬会是一辈子的 行了 这个案子呀 本身并不复杂 所以呢 咱们一期节目也就给他讲清楚了 这起案子的原因其实更多的还不是年龄差距 更多的是这两个人呢 都不是全身心的去爱着对方 两个人都算是各怀鬼胎 一个涂色一个呢 可能是涂财 不单纯的感情 掺杂着过多其他因素的感情 最终啊 往往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结果 行了 这个案子呢 本身也不复杂 所以咱们一期节目就给他讲清楚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更多精彩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